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无人机 能轻轻松松飞上两万米高空 它的外形如刀片一般轻薄 里边却蕴含着众多顶尖科技 是什么让它可以长期飞行永不落地 又是什么让它一出生就站上了航空前沿 军事科技带您走进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2017年5月西北某机场 一架外形奇特的飞行器 在机场跑道上缓缓滑出 随着升力的提高 长长的机翼快速滑过跑道边缘 平稳飞离跑道 逐步攀升到两万米的高空 这架飞行器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无人机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在首次飞行的过程中状态平稳 姿态可控 有条不稳地按照设计航线飞行 在空中翱翔了大约15个小时之后 最终实现平稳降落 是非圆满完成 而它的成功也使我国成为继 美国和英国之后 第三个掌握临近空间 太阳能无人机技术的国家 那么太阳能无人机 与其他的无人机相比 都具备哪些优势 中国的彩虹 又是凭借着怎样的先进科技 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的呢 说起彩虹无人机 大家并不陌生 从2000年进军无人机 这一新型飞行器领域开始 相继研制了 以彩虹命名的多种类型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尺寸从小到大 起飞重量从轻到重 在应用方面 从各种形式的侦察监视 到武装攻击等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 在珠海航展 阿布扎比防务展 和巴西防务展上 彩虹无人机都吸引了 众多参观者的关注 而随着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续航数小时后平稳降落 标志着彩虹家族中 又有一款高新无人机诞生 同时也填补了 我国无人机 在临近空间领域的一项空白 我们的产物碳能无人机 目前从重量和企图上来讲 是处于世界第二位的 碳能无人机 由于不携带燃料 那么它自我吸收能量 因此理论上 具有无限航式 也就是说 这样的无人机 在飞机本体 在能源系统 技术进入的基础上 可以实现操场航式飞行 现在有一些太阳能无人机 可以飞行十几天 未来可以飞到几个月 甚至几年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一研究院 自主研发的 新型太阳能无人机 其核心关键技术和设备 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 从它的外形看 属于大型无人机 驿站大约45米 相当于25辆小轿车 并列排放的宽度 飞行高度达到了2万米 相当于将48个 天津电视塔叠放的总高 安装有8个发动机 机翼上方 基本上全部覆盖了 太阳能电池板 这架飞机采用了 非常多的新型技术 像它的结构主体 都是高性能的符合材料 它的能源系统 推进系统等等 从目前国内外的技术水平来讲 水准也是非常高的 具备完全独立 自主知识产权的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一飞冲天 可以说成为了 中国制造的又一经典之作 那么作为我国无人机领域的 最新成果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究竟具备哪些独到之处呢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外观奇特 结构简单 只有一个细长的机翼 如果给它 安上一根长长的绳子 抬头看时 估计也会有人 误把它当作一顶风筝 然而正是这种 薄薄的机翼设计 才使得它具备了 超大的升足笔 它的展显笔 达到20以上 甚至到30 这就使它可在空气 稀薄的区域稳定飞行 此次彩虹飞到了20公里高空 这个区域被叫做临近空间 它通常是指 距地面2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的空域 这一空域阳光十分充足 加上在云层之上 大气稳定 平均风速比较小 非常适合飞行器飞行 不过这里空气却十分稀薄 对于传统燃料消耗型飞机而言 空气不足 发动机功率会显著下降 失去了用武之地 但这里却是全身布满 太阳能电池版的无人机 展现优势的空间 碳能无人机的飞行高度 远远的大于咱们常规的无人机 你像活塞动力的大部分飞行高度 都在几千米的高度区间 那么喷气气可能到一万多米 而碳能无人机是比较适合于 在十几公里到二几公里之高度飞行的 我们知道一般的常规无人机 现在流空时间可以达到四十或五十个小时 那么这样的流空时间 跟太阳能无人机的超航时比起来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太阳能无人机 以太阳光能作为能源 无燃油消耗 只要有太阳 动力就会不断出现 常规的飞机飞到目标区再飞回来 在那地方待起来也就是一天左右的时间 而碳能飞机可以在那待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也就是说你需要一支机队 可能少者三五架飞机 多者十几架飞机去完成的任务 就由太阳能飞机一架可以进行完成 白天 太阳能飞机依靠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应 为动力系统 航空电子设备 及任务载荷提供能量 同时将多余的能量储存在蓄电池中 夜晚它在通过蓄电池的电能 持续飞行 如果太阳能飞机白天储存的能量 可以满足夜晚飞行的需要 就能够实现全年不间断的持续飞行 若不考虑其部件的寿命 理论上可以永久飞行 碳能无人机和常规无人机最大的区别 就是携带不携带燃料 碳能无人机它是一个自我吸收能量的系统 那么吸收能量 然后我再把它释放出来 满足我白天和晚上的连续飞行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是不受燃料携带量的限制 而常规无人机由于它装有了定量的油 所以说它就一定是不可能持续飞机 只能飞到某一个航室 我们可以说50小时 以后燃料将近耗尽 就必须飞回机场着陆 重新补充燃料 这就是碳能无人机和其他无人机最大的区别 太阳能无人机机载系统简单 日常维护复杂度较低 长航式飞行维护保障间隔周期长 从起降保障上看 对跑道长度要求不高 也无需传统的加油等保障设备 我们知道了 由于这些飞机平凡的起降 平凡的执行任务 它的保障需求是非常高的 碳能飞机在保障过程中间相对简单多 因为它通过高个核心的设计 可以说连续的持续的几个月 在目标区飞行 它的对任务的数据获取 效率很高 同时呢 它的相对费用就低了很多 从使用效益上看 由于其超长航值特点 与常规飞机相比 完成持久性任务 无需频繁更替轮换 出动飞机的频率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 和以化学燃料为能源的飞机相比 太阳能飞机不污染大气 是真正的绿色环保飞行器 也是未来无人机发展的重要方向 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无人机 能轻轻松松飞上两万米高空 它的外形如刀片一般轻薄 里边却蕴含着众多顶尖科技 是什么让它可以长期飞行 永不落地 又是什么让它一出生 就站上了航空前年 军事科技带您走进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1917年 英国人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机 自此拉开了全球无人机发展和创新的序幕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能源的不断减少 太阳能飞机已经成为世界航空领域发展的前沿 时至今日谁又能想到当初起步较晚技术落后的中国太阳能无人机 在今天却超过了早早开始研制的国外同类型无人机 同时关键技术也实现了国产化 那么如此先进的彩虹太阳能无人机在研制的过程中 究竟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未来它还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美国太阳能飞机研制起步较早 1980年便将太阳能飞机项目列入国家计划 并相继研制探路者 太阳神等太阳能飞机 而作为当今太阳能飞机发展的领先国家 2007年英国西风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间达到54小时 飞行高度超过1.5万米 早期我们开始概念研究的时候 其实对太阳能无人机来讲就是一张白尺 那么我们从零开始研究总体化的方法 那么简单举个例子 刚才也说过 这太阳能无人机它的构型 它的伸足比 它的展生比 机翼面积 结构重量 以及系统重量等等 它都是一个解密偶合的一个体系 那么对于这个体系中的各种模型 我们是不清楚的 虽然有国外的资料可接见只是一个指导 离真实的这个工程还差得很远 国内太阳能无人机研制起步较晚 上世纪80年代 部分航空院校开始跟踪 国外太阳能飞行器设计技术发展 近十余年 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 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太阳能飞行器相关技术 它那无人机它不仅仅是说我设计一个外形 做一个壳子 它想来讲 咱们举个例子 我刚才说了启动的设计 它螺旋桨也是一个启动的设计 高下的螺旋桨也就是我从低空到高空 在各个状态下都具有比较高的效率 这个技术本身来讲就是很复杂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点的进步 不仅仅是像咱们所说大的看的剑的东西 就很多 就一根管 一个小剑 也许都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 经过几轮 甚至十轮改进 研制 任何科研进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2013到2014年间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研制也曾遇到巨大挑战 飞机在低空强稳流飞行时 经常上蹿下跳 左摇右晃 他们的飞机一个是从起飞以后 到你的任务高度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要穿越对流程 对流程中间有复杂的气象 所以说我们必须解决在起飞 一直到任务高度这个过程中间的 所有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 我们知道平流程它的大气 是非常平静的 虽然有风很稳定 但是对流程它的风是各种各样的 有水平风 有垂直风 而且很多地方是石变的 不稳定的 这种稳流对于太阳能无人机这种非常低速的 尺度非常大的 飞行器来讲 会造成非常大的 飞行控制上的 和我们一些构型设想来讲的蓝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研制团队艰难攻关 在理论和工程层面 历时一年多 解决了无人机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精确控制的问题 不但让飞机飞了起来 还飞得稳 飞得高 从科学理论的层次去研究 研究这一类低一载的极低速的飞行器 它的飞行力学特性和什么常规无人机 到底有哪些差别 应该说经过两年的努力 经过近百次的低空的和短距的飞行 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 最终保证了我们新型太郎无人机 能够安全 平稳 可靠的 飞上了两万米以上的高度 目前来讲 如果从团队来讲 这个团队已经算是比较牛的了 至少是排在前三位 如今 大家对无人机用途还是比较熟悉的 民用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 减灾防灾 电力巡逻等 军用无人机可以用于电子干扰 侦察监视 对地攻击等 那么 对于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 有什么用途呢 太阳能无人机利用它超长的飞行时间 可以广泛的应用于民用行业 它的飞行高度高 这个特点特别适合于通行行业 举个例子 那么它飞行在两万米的高度 那么也就是作为数据中纪 像4G 5G通信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以我们的预测来讲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在很多的岛屿 丛林 以及沙漠地带 可以利用太阳能无人机 进行4G 5G的通信 那么它的整个的效率 效益 都会对通信行业产生一个巨大的推进 根据发展规划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未来将具备准卫星的特征 作为空中平台 部分替代通信卫星功能 实现区域全覆盖的 不间断态势感知 中继通信服务 而便捷 廉价和响应迅速的 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 避免传统光纤或微波传输 巨大的建设 使用和维护成本 降低信息化门槛 同时 从经济社会发展广泛的领域而言 太阳能无人机服务领域 还可以拓展到森林资源普查 农业普查 防洪防汛的监测预报 重大地质灾害的实时评估 以及在发生地震 洪灾或森林火灾时 还可替代中断的通信 保持受灾地区与外界的联络 另外一个我们认为 它非常适合于大面积的数据获取 这方面的应用 一个是海洋上的应用 第二个是对地观测 举个例子 以前很多海洋的监测 这个数据更新周期也许是几个月 甚至是半年 那么采用碳浪无人机的话 那么它可以实时地去更新数据 那么我们整一个区域里面的 例如像半斤100公里左右的这个区域 它可能整个的数据更新周期就变成了小时量级 那就极大的促进了我们数据的应用 促进了我们对海洋环境 对污染 对于气象等等 这些重要数据的获取 太阳能飞机作为全世界静相研发的飞行器 各国之所以愿意投入巨资和人才资源 除了其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之外 还在于作为前沿科技产品 依托彩虹太阳能无人机等项目的带动 并配套研发高强度轻质新材料 新型太阳能电池 新型储能手段等技术和产品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 采红太阳能无人机通过这十年的努力 从零开始 从一张白纸开始 应该说 牵引着国内 逐步地建立了一套 太阳能无人机的设计体系 太阳能无人飞行器的发展 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应该说不仅仅我们现在是飞到了两万米 我们实际上来讲 这个是体系的胜利 是我们最新人来工业基础 工业进步的胜利 那么未来 我们一定会朝更高的目标去发展 也许某一天 碳能无人机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不仅仅是无人机本身 还包括它的大规模的行业应用 市场应用 我们都知道科技的进步 最终的目的是要服务人类 只有找准应用市场 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类似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这样的创新产品 瞄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需求 就能提供多功能的技术服务和产品 我们也期待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早日实现实用化造福人类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017年6月 美国空军三大主力战略轰炸机 云集英国菲尔夫德空军基地 美军如此豪华的全明星阵容 同时抵达一个空军基地非常罕见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各自又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本期军事科技为您揭秘 美国战略轰炸机家族的性能优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